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解释给你听 农历七月呢 华人佛教徒和道教徒 相信这段期间鬼门会开 过世的祖先会回到人间 来探望在世的人 佛教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也就是七月式渔兰节 传说佛祖释迦摩尼 在世的时候收了十名徒儿 其中叫牧连的徒儿呢 用天眼发现他的王母 在地府变成恶鬼 佛祖告诉他 母亲在世时造孽 所以坠入了恶鬼道 这个孽障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化解的 于是呢 牧连就聚集了一众高僧 进行大型的祭拜仪式 来超度众多的亡魂 这后来呢 也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 那信徒会在这期间 以水果跟酒肉等食物呢 来祭祀以够亲人 以及其他无主鬼魂 除了食物 信徒们呢也会烧香 纸钱 甚至是纸扎的房子和车子等等 本地的农历七月 还有特别的大型表演 叫做歌台 这些歌台在空地搭临时舞台 加上音响和灯光装饰 形成本地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台下呢会有一排排的椅子 啊 boy 你记得吗 以前哦 你还坐在第一排耶 我记得 第一排是留给好兄弟做的 歌台啊 也随着时代演变 从前的传统戏剧和木偶戏 已经很少见咯 现在的歌台会唱华语跟方言歌曲 还有甚至还有K-POP啊 哦 是不是这样 I'm so sick of this fake love fake love fake love 农历七月也有好一些禁忌 像是华人一般 不会在这段期间结婚或搬家 避免穿红色 以及不要游泳等 那马来族和印族同胞也相信鬼魂吗 马来和印族同胞没有鬼节 不过他们有不少流传已久的鬼故事 马来民俗有朗苏叶尔和盆天娜 那朗苏叶尔呢是南产死亡的母亲的鬼魂 而盆天娜就是明明的鬼魂啦 为了避免他们成为冤魂 人们会在遗体的双手上放针 并在叶下放蛋 这些有关鬼魂之说的民俗啊 相信是因为旧时呢 婴儿的死亡率高 所以也延伸出来各种英灵的传说 印族文胞呢 把鬼魂称为BOOTS 这些鬼魂看起来像人 可是脚呢 却是反的 这是因为呢 在印族文化里面 土地是神圣的 因此鬼魂会竭尽所能不要碰地 印族相信啊 意外死去的人会成为BOOTS 回到人间希望找人上身 或附在自己的尸体上 延续生命 这在古印度引起了担忧 一些学者相信 这也是火化死者的由来 人们相信火化遗体 鬼魂就无法附身了 人们呢也会烧一些香料 并使用护身符等等 来防止鬼魂附身 那我们可以去吃 真的猫山王了吗